接下來最近連線我們來馬上關心 吳淑貞母親吳王霞晴天過世 而吳淑貞的女兒陳幸雲今天上午到高雄來關心 陳志忠的選情 而這個陳志忠同時還會宣布 吳王霞告別式當天 陳水扁到底會不會南下奔喪 馬上把現場連線記者王岳芳 陳志忠貞這麼厲害 我的老伯 我好像是最痛的這個警察 受到丸王 人在歐洲裡面 到今天又沒辦法來出來 來病患 所以我的阿嬤 可以說 非常的不安 非常的不平 到他離開 我們 離開這個世界 所以這個消息 我們要讓我感到非常不甘 非常艱苦 所以在這裡也感謝很多朋友 給我來關心 給我來安慰 在這裡公開 給你們來感謝 待會兒我把麥克風交給姓宇 讓優宇來 這個託 給我老伯的這張牌 這是我爸爸要給台灣人民的公開信 敬愛的國人同胞 大家好 在狹窄的黑牢當中 遇到陣陣的寒流海喜 雖然冷風刺骨 但是阿扁和大家一樣充滿期待 台灣人民很可能再度創造民主的勝利 我們將迎接第一女總統蔡英文的當選 在勝利來臨之前 我們仍然要戒慎恐懼 馬英九政府一定會運用國家資源進行困獸之鬥 國民黨絕對不會停止以宇昌案迫害蔡英文 企圖影響選舉的結果 在二零一二總統選舉投票的前夕 阿扁有三項呼籲要向國人同胞報告 一 宇昌案就是扁案的翻版 國民黨不惜偽造公文 以宇昌案來傷害蔡英文 就像是以司法上的衛政來追殺阿扁一樣 國民黨的企圖就是要醜化民進黨式貪腐集團 讓台灣人自卑繼續受外來政權統治 事實上從國民黨執政時期到2000年政黨輪替 發展生技產業始終是朝野的共識 如此重大的國家政策不可能由一位行政院副院長就可以決策的 蔡英文依照國家既定的政策執行 何錯之有何罪之有 二 貶加承擔救黨救台灣 如果台灣人當家做主是一種原罪 那麼阿扁願意承擔 貶加願意承擔這項原罪 希望這樣的承擔可以讓民主進步黨重返執政 讓台灣人重新當家做主 新的沒來不知舊的好 民進黨八年執政 既捍衛了台灣主權 也落實本土價值 更重要的是八年執政的各項經濟指標的表現 都遠勝於馬政府四年無能的執政 台灣人要有自信 民進黨要有信心 可以切割阿扁 但是不可以切割民進黨八年執政的成果 切割八年執政等於否定自己 否定自己又如何讓台灣人民將政權再度交給民進黨 三追殺扁家四代 請留一個活口出身 過去阿扁三度為文成兄助選 也為文成嫂助選 雖然阿扁陷入黑牢以來 文成兄嫂不曾來看過我 但是我沒有萬談 畢竟這是我身為總統 身為黨主席的責任 阿扁知道至終的參選會讓高雄市長舉姐很為難 但是舉姐也是做過黑牢的政治犯 可以體會公道與平反的重要 至終這一次參選 勇敢為蔡英文主席的宇昌案辯護 也為謝長廷的高潔案辯護 是台灣軍第一戰將讓我很欣慰 國民黨以司法迫害阿扁 甚至不放過扁家四代 從扁媽到孫女都收過傳票 簡直是既要抄家也要滅族 政治再如何無情 社會也要有公道 請台灣人民為扁家留一個活口出身 阿扁拜託前陣小港的鄉親 這會拚功德 放心將選票投給陳志忠 志忠一定會贏 也一定會成為民進黨立法黨團的戰將 謝謝大家 這醫生是我的老爸阿扁 他搞代我的大志姓宇 來幫他託,要寫給我們台灣人民的一張公開的牌 我們在座的媒體還有其他的問題,要來發問 對,他還不知道 這是最近這幾天出人家收到 所以他寫這張牌的時候 應該不知道我的阿嬤已經來過翁的 我阿嬤已經來過翁的這個事情 那大家想說,他會出去來看 他獲得請家主婦的法務部份 這個目前,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今天才有人要去會客 才有辦法把我阿嬤過翁的這個事情 把我的老爸說 讓阿嬤知道之後,來接規定來提出申請 讓我看這個申請的結果 那想要問一下,就是姓余 昨天在有沒有陪媽媽去看阿嬤的正貨 媽媽那時候的心情怎麼樣 去看阿嬤最後 有那個外婆入店的時候 我全程陪媽媽 那你問媽媽的心情 有她目前的生意嗎 媽媽很難過 她入店的時候 她有在裡面待的特別久 跟外婆說一些話 那你問媽媽的心情 家庭跟家庭的時候能夠到場 當然,我希望告別室那一天 爸爸可以到場 如果說北京他們後來決定說 把這個時間多提早 因為可能考量到一些外界的一些想法 然後把這個時間提早 在那個家庭跟後庭當天 你家人能夠接受嗎 我是希望能在告別室那一天 送外婆最後一程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母親最近的生意狀況 怎麼樣 因為現在天氣很冷啊 所以她身體不是很好 那這都什麼時候要去她 現在這個家庭的時間 應該是定理齊集 家計的時間 那我們也公開 希望說法務部 可以有這個人道的考量 讓我的老伯可以來奔商 可以送我的外婆 最後一程 因為我的外婆在生前的時候 最痛的就是這個驕債 就是我的老伯 他雖然 最近這幾年身體狀況都很不好 但是他有一點很煩惱 很掛念 除了說我的老伯的身體 就是我的老伯 他的事 所以到他離開 他有一點很煩惱我的老伯 所以很希望說 我相信我的爸爸 他心肝裡面 有一點很希望 可以送我的外婆最後一程 我知道說阿嬤和外婆 他也把我們這些驕債 把我們交代 說驕債 要有那麼自棄的 要有自棄 要那麼出發的 這些緩困 整個家族要收的這些緩困 要靠自己的立領 來爭取公德 來證明 你個人什麼時候會去看外婆 在家族 我們一定會來 把外婆送她最後一程 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 我的媽媽 我的老婆 我的大姐 你那天日末 都有 來背我的外婆 那這段時間 會因為 就是外婆的傷 是因為 散懷 進行的活動嗎 還是 我們的競選 的 計畫 我們不受任何影響 我的阿嬤 我的外婆 媽 跟我們交代 就是說 都要打拼 要有志氣 怕孫子 要大家 靠大家的立領打拼 要那麼出發的 大家 大家 好來看上記者會 就是陳信妤也到場了 而念出 這陳水扁的一個公開信 好這個信中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陳信妤在念的時候 是說陳水扁 說希望這次能夠迎來 台灣第一個女總統 但幾個點我們可以觀察 第一個是包括了 陳信妤在念這一空公開信的時候 是面無表情的部分 第二個可以觀察的是 剛剛這個姐弟也講到說 其實在念這封信的時候 陳水扁他自己根本還不知道 吳淑貞的母親吳王霞 已經過世一個消息 好 這是我們來看到 目前呢 在高雄市前鎮 這是陳信妤還有陳之中呢 兩個姐弟召開了一個記者會